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是有原因的啦 就是因為其實在講房地合一稅的時候 像有一些東西你們可能是對不起來的 像是土地漲價總數額是什麼 土地正式稅怎麼算 這些東西你們可能對不起來 沒有關係 這正常的 因為各位同學還沒有學過前面的 土地稅法的部分 那課本的話是171頁 171頁 我們今天要上的科目主要是在講 土地稅法 那土地稅法171頁 這一個章節其實是我認為 第一個考試是必考題 第二個就是說 它是比較難的部分 什麼叫比較難的部分呢 是指它在計算上比較困難 計算上稍微比較困難一點點 所以各位等一下會有些心理準備 那也不用怕太多啦 我講過我只會讓大家用到加減成熟 只會用到加減成熟就這樣子而已 那你說計算機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補習 不然是有幫你們買還是自己要買 其實我不太確定這件事情 那考試的時候要記得 你們如果要帶計算機進去的話 那個什麼 計算機後面要有貼貼紙 要貼那個國家考試專用的 那個計算機的貼紙 你們去書局跟書局講說 我要買國家考試專用的 原則上不會有錯啦 原則上不會有錯 記得如果你們要帶計算機 不是什麼計算機就帶進去 那你問我說老師要不要準備計算機 帶進去 一定要 不管他能不能用 你就先帶進去就對了 那他說不能用 就把計算機放在前面 能用 能用拿起來用 聽得懂嗎 因為你們會遇到計算機的兩個科目 都是我上的 一個是估價 一個是土地稅法 照慣例來說啦 也就只有這兩個科目 你有可能用到計算機 只有這兩個科目有機會 用同一個就可以了 加點層數就可以了 我沒有要求要別的 所以等一下會跟各位講到計算機 那計算機要記得 計算機一定要會喔 一定要會喔 OK嗎 我的土地稅法 你不會計算機 你可以不用去考試了 我直接這樣跟你講 你不會計算機 你可以不用去考試了 那 稅法這裡 我先講一下 各位的課本本文 這個稅法 因為他這是四月初的 這個稅法也是舊的 這稅法也是舊的 這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是在四月底 還是五月初的時候才修 所以你們應該有一本 那個小六法對不對 就是那個什麼搶分小法典 有吧 那個東西裡面的土地稅法 應該是新的 OK嗎 應該就已經是新的 我有跟客戶那邊確認過 所以你們在上條文的時候 再對照一下 不過也不用緊張 因為土地稅法 這次修正幅度很小 老實講 這次修正幅度非常非常的小 有修的地方 我會特別跟你講 而且喔 他這次修正 比較多是實務上的修正 什麼叫實務上的修正 就是說 土地稅法 是一個很早就已經立起來的法條 非常舊的一個法條 所以從他立好到現在 其實經歷的可能幾十年以上 都沒有人去修過他 那你在看他裡面的用字用語 很多其實都跟現代 大家理解的不太一樣 真實世界的做法不太一樣 所以他這一次喔 趁著土地稅法修法 他修了一部分 就是把我們實務上已經做的事情 修進法令裡面 所以其實他並沒有去動到什麼 你還要多備東西 沒有 他基本上沒有多加這東西 所以各位也不用那麼緊張 好各位也不用那麼緊張 今年喔 真正要討論修法 然後會考出來的 其實上一節課已經跟大家補充過了 就是房地合一稅 那個是修法 然後修很多 然後是必考的 但是土地稅法這裡你去查 你會發現他也有修法 但他修法的內容 其實是本來我們大家就在做的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齁 各位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土地稅 有分三種 一個叫做地價稅 一個叫做田付 一個叫做土地增值稅 好這三個就是我們土地稅的範圍 土地稅的範圍 那我先用常識來討論 同學有收過地價稅的稅單嗎 每年的11月1號 各位就會收到地下稅的稅單 OK嗎 那 在土地稅法原始的條文裡面齁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用這個來舉例啦 這樣你們就比較不會這麼緊張說 又有修法 這個東西 在土地稅法原始的條文 我看一下齁 這邊我記得之前有看到 欸 我稍等我一下齁 因為後來 174頁 好各位可以先翻一下課本齁 174頁 這個 最上面 最上面有沒有看到一個 納稅期日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一個圖有沒有 納稅期日 納稅期日這裡 8月31號為納稅義務基準日 11月1號為開增日期 有沒有看到這個 實際上各位收到稅單也就是這一天 就是11月1號 實際上就是這一天 但是齁 其實我們的法條並不是這樣寫的 我們真實世界的法條 它並不是這樣寫的齁 它的開增日期齁 我看一下 條文 欸 182頁 各位先往後翻 不用緊張我到時候會照順序看 我只是先跟你舉例 讓你不用壓力那麼大而已齁 翻一下182頁最上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開增時間 182頁最上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開增時間 齁 那開增時間這邊你看它是土地稅法第40條對不對 齁 那你們拿著你們現在新的法典看一下你們 獨地稅法第40條跟這裡寫不一樣 齁 就跟這裡寫不一樣 來你看一下它寫說什麼 來看齁 我們先看課本的好不好 看課本的 地價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地政機關邊送之地價歸戶 地價歸戶側及地級異動通知資料核定 這不重要 來後面這句話才是比較特別的齁 來看一下齁 課本的182頁這裡是寫 每年徵收一次必要時得分兩期徵收 有沒有看到 來那你們你們的那個小六法裡面寫什麼 嗯 你們的那個補充講義的小六法裡面 土地稅法第40條 有嗎 有它寫什麼 每年徵收一次 對不對 齁基本上就沒有所謂的必要時分兩期徵收這件事了 對吧你們有一個小本的不是嗎 小本的那本小本那本 小本那本 對吧齁有吧齁 有吧齁 我看有些同學好像 應該是有啦應該是有齁 那他現在是總寫 一次對沒錯你看他把後面那個刪掉了有沒有看到 蛤 小本的啦小本的小本的有新發一本啊 欸 喔沒戴套是不是 沒關係沒關係 我只是跟你們舉例舉例 不用緊張 因為那個改真的幅度很小 不用緊張 對對對就那本小本的 嘿嘿 拍謝拍謝我講錯了 不是小六法那本 是小本的那一本 拍謝拍謝 補充 補充 它叫什麼名字 補充 補充 喔補充 OK補充 修法補充 OK就那本好不好齁 那本裡面他就會告訴你說 來 等一下他原本是寫什麼 每年徵收一次必要時得分兩期徵收 有沒有看到這個 阿現在就把必要時得分兩期徵收刪掉了 聽得懂嗎 因為實務上 沒有人徵兩次啊 你從盤古開天PD以來 地價稅有徵收以來 從頭到尾每一年都只徵收一次 同學 一年叫你繳一次稅 你就已經夠不爽了 今天哪一個政府上台之後跟你說 欸我們現在地價稅喔 每年徵兩次 我告訴你 他下一屆他也不要選了 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法條從開始到現在為止 從來沒徵收過兩次 都是11月1號徵收 那你看喔 他原來的條文寫 其開徵日期 由省市政府定資 同學 省政府怎麼了 省政府怎麼了 蛤 不要亂講 怎麼不存在 省政府還在 省政府只是精神而已 他組織改造精神 現在全部省政府裡面只剩一個人 叫什麼知道嗎 叫台灣省主席 對啊台灣省主席都現在還在喔 他從原來民選的嘛 第一屆民選 台灣省主席 那個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宋楚瑜先生嘛對不對 他選完之後 精神被李登輝衝康 精神就精掉了嘛對不對 所以之後 台灣省主席就變成官派了 就變成政務官了 有點像是區長的觀念 你知道嗎 所以 同學你看原來的條文寫說 由省市政府定資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每年齁 為什麼是11月1號 你看條文沒有寫11月1號對不對 這條文沒有寫11月1號啊 那為什麼每一年我們都11月1號證 喔原來是因為 台灣省主席 他自己一個人 要寫公文 發函到各縣市政府說 每年我們11月1號證 可是這件事情不是很白癡嗎 我們每一年都已經固定是11月1號了 還要叫他再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不是很浪費時間跟浪費人力嗎 對不對 所以這次修法就把這個修掉 反正真實世界 我們本來就11月1號證啊 聽得懂嗎 這次土地稅法幾乎都是修這種 所以各位不用壓力那麼大 不用緊張說好像修法條文又要背 沒有啦幾乎都是這種 只有一個地方有改 那個地方改了我會跟你們講 那個是因為一個大法官視線 那個我之後會講不用緊張 我講到土真稅的時候會講 其他的幾乎都是這種 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看你們的條文 幾乎都是這種 就是我們實務上都已經做很久了 然後因為土地稅法從來沒有人修過 我也不知道立委在幹嘛 反正就這次突然拿起來修 修了之後就想說那 財政部就建議喔 把我們實務上已經做很多年的東西 直接修進法條裡面 這樣喔 減輕考生壓力 同學不然你也不全白癡嗎 我們都記得11月1號要繳低價稅 結果條文就不這樣寫 條文就跟你說 每年徵收一次必要時得分兩期徵收 還有省政府定資 你就要被這樣子 現在不用了 對不對 我們就直接規定了 懂嗎 每年徵收一次好不好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講啦 因為土地稅法喔 也有修法 那我怕大家覺得壓力很大 房地和運收已經夠你們麻煩了 因為新修法第一個考試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 覺得你們運氣不錯 為什麼你們運氣不錯 你們知道去年經濟人錄取率超低 你知道嗎 去年經濟人錄取率好像才6%吧 有史以來最低喔 有史以來最低 去年是有史以來最低的一屆 我個人的理解是 因為我這幾年都有在教書 所以去年之所以那麼低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幾顆稍微比較難 但是喔 會低成這樣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什麼 就是出題老師沒有掌握好 放人的比例 就是都改太嚴格了 一般狀況下喔 比如說我們前面考的 比如說明法 今年考比較難 那我們都預期的了 今年大概明法大概都40幾分 你後面的老師自己要四項一點 什麼叫四項一點 就是 分數要改寬鬆一點啦 聽得懂嗎 但是去年 不是很確定他們老師之間 溝通發生了什麼問題 所以那一刀砍下去砍完剩6% 你們運氣好 通常在考低的那一年 去年6%已經是歷史性低點了 不可能再比他更低了 再更低就沒人要考了 好不好 再更低就沒人要考 所以今年錄取率理論上會比去年高 再來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修法之後當年度的考試 他不會考變化題 他就是考法條題 聽得懂嗎 他不會有說像土偵稅 這種考十幾年了 考到老師沒東西考 有沒有可能 他就開始考什麼 考法院判決 這很麻煩 真的你沒有時間去看法院判決 懂我意思嗎 民法 已經快將近100年的法條了 對不對 從民國十幾年就創立到現在 每天每天都有這麼多新的判決 大法官事件都在解決這些東西 你讀得完了 你讀不完了 但是喔 新修的法令好處是什麼 他不會考病 就是考你法條題 你有背有分 聽得懂嗎 好不好 稅法啦 今年土地稅有修嗎 房地合一稅也有修嗎 對不對 所以這兩科其實在我的角度來說 他對你們來說是有優勢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剛修法 修完法你們第一次考試 就是最基本的考法 老師也樂得輕鬆 我不用去想變化 聽得懂嗎 這過幾年 對不起喔 房地合一稅可能就開始考韓式了 考那種解釋韓令裡面 規定的西南骨頭的東西 那種就很麻煩 現在基本不可能 新修法就是考法條題 新修法就是考法條題 這種比較常見 考試基本上都是這樣 像房地合一稅那時候 剛上路105年 考第一題就考你稅率 所以我之前有講過 獨地稅也是一樣類似的觀念 今年有修 我覺得對各位是好事啊 好不好 我覺得對各位是好事 所以不用那麼緊張 低價稅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 我們會從頭開始看 就171頁這邊開始看 只是先跟大家講說 你們記得下次 因為手機是一定會帶 手機用計算機就可以了 我不要求一定要帶 你們考試用的計算機 手機拿起來按 等一下用到計算體的時候會用 第二個勒 就是那個法條本 補充版本 那個記得帶 那小本那本 記得帶 這樣你們對照參照一下 比較不會有問題 今天沒帶沒關係啦 因為講真的 修的條文不多 好不好修的條文不多 真正有要修到講到大法官釋憲的 下週才會上到 不會是這週上 好不好 那我們回來 睡法 睡法上次有跟大家講 我們睡法整體架構對不對 第一個 誰角 對不對 第一個誰角 那誰角 我講過這個叫做納稅義務人 對不對 這個叫做納稅義務人 那 在房地合一稅裡面 納稅義務人非常的簡單 基本上就是屋主嘛 對不對 出售不動產的那一方 他就是屬於納稅義務人 OK 但在地價稅啦 土偵稅 房屋稅 棄稅 那就不一樣 每一個法令他都有各自的納稅義務人 這個要會計 這個稅齁 跟你繳的有關你在在意嘛 對不對 像上次有跟大家講啊 房地合一稅一年 繳到的人不到一成 啊大家在發生 喔 漲稅影響房地產 全台灣繳不到一成 你影響什麼房地產 對吧 好不好 可是地價稅 欸 不好意思喔 地價稅 那繳的人可多了 喔 繳的人可多了 喔 納稅義務人很多了 喔 房屋稅 動房屋稅 動地價稅 大家哇哇叫 喔 台北市之前 地價稅 也不是全台北市啦 全台灣當初 103年公告地價往上調 大概翻了將近兩到三倍 那時候地價稅就翻了兩到三倍 哇 大家哇哇叫 喔 啊 台北市房屋稅喔 107年以後的喔 那個漲也大概漲兩到三倍 哇 也是一堆大財主都哇哇叫 這個後面都會講到故事 所以 納稅義務人很重要 第一個考試他很容易考 他很容易考 就問答題標準的考法 那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你要搞清楚到底 這個稅在幹嘛 這個稅在幹嘛 納稅義務人很重要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繳多少 上次有講到這邊 繳多少怎麼算 稅積乘稅率 稅積乘稅率 也跟各位分享了 所謂的房地合一稅 稅基怎麼算 稅率怎麼算 算出來就等於稅額 好 算出來就等於稅額 每個稅都一樣喔 這個東西基本上 我上課開始寫在這邊 到最後結束他都長這樣子 都不會變 每一個稅你只要答得出這兩個東西 你可以回答百分之八十的問題 OK嗎 百分之八十 剩下的二十是什麼 上次沒寫 上次沒寫 剩下的二十就是 大家想多繳一點還是少繳一點 少繳一點嗎 所以怎麼結稅嗎 OK嗎 怎麼結稅 怎麼結稅 那結稅喔 注意一下 結稅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就是優惠稅率 第一個就是優惠稅率 優惠稅率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嘛 看名字就知道啊 就是你符合某一些條件 稅率讓你下降 不就是這個答案嗎 對不對 當中當中最重要的優惠稅率 每一個稅的最重要的優惠稅率是什麼 上次有交到 叫做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到這邊有問題 還記得房地合一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幾% 10% 對不對 他是最低的了 懂嗎 他是直接讓你 稅基-400 稅率乘10% 最優惠就他了 對吧 所以這個很重要 是因為每一個稅 地價 土增 房屋 七歲沒有 這三個都有優惠稅率 每一個的自用住宅規定 還都不一樣 還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必出的 一定出 選擇題一定出 甚至在這幾年的那個出題老師 他甚至是直接當聖論提出題目 各位可以看近三年的 代書的土地稅法考題 經紀人的土地稅法考題 他就是直接問你 請問地價稅自用跟土地增值稅自用差異為何 就這樣 簡單明了 請把地價稅自用條件備完 土地增值稅自用條件備完 結束 23分 全世界最爽的問答題就是這種 懂嗎 稅法的問答題出來是一定要掌握 為什麼 因為他有標準答案 同學你們學 民法 學過了吧 還沒學完嘛 民法有沒有標準答案 你叫律師去寫他也不一定拿到25分 對不對 可是稅法有沒有標準答案 有喔 稅法是有標準答案的喔 稅法的條文是死的 各位 你們不要把稅務員想得太聰明 他們就是一群很死腦筋的生物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稅單是一塊錢 他也只能稱你收一塊 他不能跟你收兩塊 聽得懂嗎 所以他們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有標準答案 所以稅法是有標準答案的 記得喔 你們在國家考試裡面很少有科目是這樣子的 估價有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啊 估價哪有標準答案 估價很多東西是 估價是主觀判斷的嘛 對吧 像問個問題啊 你家隔壁是 市場 菜市場 你覺得對房價影響是好還是不好 嗯 你看 不一樣答案就出來了有沒有 你看馬上就不一樣 這個搖頭這個點頭 對吧 那怎麼辦 對啊估價是就是要解決這件事 所以他沒有標準答案有沒有發現 對吧 好來 你家的地價稅是多少 有沒有標準答案 有啊 一定有標準答案 不然多恐怖啊 每一個稅單發來你家都長不一樣 你不嚇死 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對不對 所以國稅局 稅電處他們在這件事情上面非常非常的保守 答案都很保守 聽得懂嗎 都是有標準答案的 考試也只敢考那種有標準答案的 懂我意思嗎 不然你考出來齁 國稅局稅電處答不出答案怎麼辦 好不好 所以同學不用緊張 這個都是有標準答案的 全部都是有標準答案的齁 來 那優惠稅率以外 還有什麼 還有像是 免徵 不課徵 這兩個什麼意思齁 我先說明 我等一下會舉例 等一下也不是這週 應該是下一週 下一週上到土地增值稅的時候會說明 免徵 免徵的意思是租稅的免除 好 我幫你翻成白話文 免除什麼意思 就是不用繳 OK嗎 就是不用繳 政府 阿殺你送你 聽得懂嗎 這筆稅國家不跟你算了 叫免除 OK 另外一種叫做 租稅的 帝顏 帝顏地我怎麼突然不會寫 一個虎嘛 然後 顏 好 帝顏什麼意思 以後繳的意思 好 注意喔 免徵不認真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完全不同 免徵是租稅的免除 好 租稅的免除 就是真的不用繳 國家賞靈 帝顏的意思是 這一次我先不跟你計較 聽得懂嗎 好不好 這一次我先不跟你計較 阿現在你聽不懂 沒有關係 我後面會講實際案例 好我後面會講實際案例 不用緊張 好不好 阿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最後一個 減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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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徵什麼意思 很簡單 你稅額算出來 直接打折 你稅額算出來 直接打折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區段徵收 勢地重化的土地 配地配回來 配地配回來 我賣給建商 原來土徵稅要繳100萬 假設繳100萬 恭喜各位 這兩個地區 第一次移轉 減徵40% 所以100萬打6折 就直接繳60萬 OK嗎 阿這個後面會講 這都後面會講 好不好 所以 基本上阿 所有稅法都這樣 你只要達得出這三個 你就可以去考試 OK嗎 你只要達得出這些 你就去考試 好不好 低價稅 土徵稅 房屋稅 七歲 房地合一 通通長一樣 OK嗎 阿不是每一個考科都有 都有免徵阿 都有不課徵 都有減徵 不一定阿 不會每一個都考 沒有 但是這個 這個是幾乎每一個考科都有 好不好 整個架構先跟你們講 基本上就照這個邏輯去讀 你複習的時候 就照這個邏輯去複習 OK嗎 你只要這篇 答得出來 就可以去考試 睡法很簡單阿 睡法很簡單 不用怕 好來 171頁 土地稅法及其是刑期者 那主管機關財政部 這應該不用我講阿 這個 之前曾經考過選擇題 很久以前考過 那 稅 稅主管機關是誰 財政部阿 房屋稅 契稅主管機關是誰 財政部 房地合一稅主管機關是誰 財政部 好那但是有一個差別 來聽清楚 你有沒有看到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在縣轄市為縣市政府 來什麼意思 同學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台灣的稅 分為國稅跟地方稅 國稅跟地方稅 這個有觀念就可以了 考試考出來可能性不高 國稅是什麼意思 國家收手 國家拿去花 蔡英文拿去花 來 地方稅 你們剩下的稅就是地方稅 土偵 地價 棄稅 房屋稅 房屋稅 全部都是地方稅 以前 如果你以前有參加過經紀人考試 以前 只考地方稅 以前沒有考到上面這個東西 ok嗎 這個是105年以後才加上去的 ok嗎 以前你不用分 以前全部你的考試題目都是地方稅 地方稅什麼意思 台北市的市民 你繳的誰拿去花 葛文哲拿去花 ok嗎 桃園市市民 你繳的誰拿去花 鄭文燦拿去花 對就這樣子而已 聽得懂嗎 這叫做地方稅跟國稅 誰收錢誰花 聽得懂嗎 國稅叫國稅局 各位應該聽過吧 對吧 地方稅誰收 稅捐處 對沒錯 稅捐處 差別就只有這個而已 很簡單吧 名字不太一樣 這個我想各位應該都很熟悉 只是有時候你講會講錯 國稅局收走 不好意思 國稅局不收你地價稅 ok嗎 土偵稅 誰收走 稅捐處收走 就這樣子而已 這個不太會考啦 但是你基本觀念搞懂 至少講話的時候不要講錯就可以了 好來那名詞定義 我老實跟你講 這裡的名詞定義其實 是土地法的名詞定義 什麼叫土地法的名詞定義 你看一下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 只公有土地 只國有直轄 市縣市有 鄉鎮市有 土地稅法第七條 其實它在土地法裡面寫的 土地稅這邊也寫過 同學你們上過土地法了嗎 還沒 還沒上過 那我上 來 公有土地 國有 直轄市縣市有 這個不會在我 稅法考啦 不過因為我先上嘛 我先上我就先講 鄉鎮市 曾經考過的選擇題我跟大家講一下就好 來問一個問題齁 這個邏輯問題 來請問一下 國有土地比較多還是公有土地比較多 公有 這夠簡單吧 為什麼 因為公有等於這三個鄉家嘛 國有只有他嘛 對不對 好第二個問題 這個東西土地法老師會講 記得齁 這個齁 會受到土地法25條的限制 有興趣自己去看 這個老師會再特別補充 老師會再特別補充 土地法25條的限制 其他的 國有跟鄉鎮市有 這兩個不受管轄 這兩個不受管轄 這樣就係就可以了 你們後面考試上到再說 第二個 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齁 來這個其實是 平均地權條例裡面的規定 我們土地法把它 土地稅法把它再抄一次 我跟大家講一下齁 其實邏輯上很簡單 台灣的土地分兩種 台灣的土地分兩種 一種叫都市土地 一種叫非都市土地 都市土地 怎麼認定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都市計畫範圍內 所以這個地區如果有發布都市計畫 你就叫都市土地 OK 這個地區如果沒有發布都市計畫 你就叫做非都市土地 好 那它管制的規範不太一樣 你們的土 土地法裡面會上到一顆叫都市計畫法 一顆叫做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就管都市土地的 區域計畫法就管非都市土地的 就這樣子 OK嗎 啊我記得我上週有跟大家講過 這兩顆投報率非常的低 對吧 所以你只要懂觀念就可以了 OK嗎 你只要懂觀念就可以了 台北市是百分之百都市計畫 這個補充給你們 台北市是百分之一百都市計畫 好 那 因為都市裡面的狀況 跟非都市裡面的狀況 還是有差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 原則上 它在稅法上的管制 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差別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這邊會講這件事情 那再來 自用住宅用地 這個跳過 跳過不是它不重要 是現在在這邊講你聽不懂 聽得懂嗎 現在在這邊講你會聽不懂 你不知道什麼叫自用住宅 好不好 我們這邊這個先跳過 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 這個 我後面會跟你們解釋 什麼叫做農業用地 什麼叫做農業用地 也是一樣在土産稅的地方會講 土産稅它有特別規定 翻過來 172頁 來工業用地 工業用地 這個指的是工業區 移工啊 甲工啊 釘建啊 這些東西 按定義的東西 看一看就好 你們只要答得出來它是工業區 你看工業用地 你也知道它是工業區 這樣就可以了 比如說台積電啊 廠房啊 那這些我們有一些對產業的優惠 對產業的優惠 第六點 空地 好來 這個 也是土地法老師的上課範圍 空地是什麼意思呢 來你看一下 這一條它寫土地稅法第11條 它本文其實也是寫在平均地權條例裡面 看一下 空地只完成道路 道路幫我寫個1 排水 排水幫我寫個2 電力設施 電力設施幫我寫個3 自來水 自來水幫我寫個4 來注意喔 這一塊區域的土地 它已經做完這四件事情了 然後 然後 你還不蓋房子 那你就在空地 你懂嗎 你還不蓋房子 那你就在空地 那過去為什麼要定這個條件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原因很簡單 過去定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不希望建商養地 它不希望建商養地 所以今天這邊如果我公共設施 政府都提供給你的 你就趕快給我蓋房子拿出來賣 對吧 可是真實事件 這一條沒有實現 這一條曾經在台北市77年到79年 有用過後來全部就廢掉了 所以你要問我說空地 有什麼實際用途各位知道嗎 它只剩下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蛤 停車場 不是不是我是說空地這個條文 它只剩一個功能 各位知道什麼功能嗎 考試 對正確答案 很多人下課就跑來跟我說老師 為什麼睡法裡面這麼多這種爛東西 告訴你 土地睡法還算好的 大部分都有實際應用 你那土地法你在讀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這個爛法條真的是 早就該修一修了 因為一堆都沒有用 沒有用怎麼辦 欸對不起 他還是會拿來考試 下課就同學就來講 老師 那這個為什麼不改 為什麼不刪 我看起來像立法委員嗎 不像嘛 你去跟立法委員講 你跟我講幹嘛 不然這樣啦 我以後出來選 第一個 那個證件 就是幫各位把這些爛法條刪一刪 減輕各位考試壓力 到時候再記得投我一票 等我選出來再說 對不對 現在我沒有辦法 它是爛法條 可是它就是法條 它就有可能會出選擇體啊 聽得懂嗎 這個是有自由出選擇體的 這個空地的部分 那個 土地法老師會講 土地法老師會講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跟地價稅有關的 我會講 再來 公告限時跟這個 累進期點地價 這個東西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台灣 土地 有兩價 土地有兩價 這兩價你要搞清楚 其中第一個叫做公告限制 有看到嗎 第二個其實不是那個 累進期點地價 這個請你們就補充在旁邊 請你們就補充在旁邊 地價其實在台灣分為兩種 其實分為兩種 來 第一種叫做公告地價系統 第二種叫做公告限制